我在州里快乐 我在哪里快乐 我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快乐 欢迎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分享 美好时光就在天时夜未眠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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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美好时光都在天时夜未眠 我是天天非常开心在空中和你相会 常听到一些朋友分享了他们就业的经验 或是是转职的经验呢 像上次访问Sarah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哇特别心疼 就是在金融业的里面遭遇到的挫折 但是呢我也在思考说 会不会是对方这么直接的一个当头棒喝 所以反而让你可以 好我知道了 这就是老娘该走的时间 我不要再硬撑下去了是不是Sarah 没错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也是另外一种转折 新的方向 像我跟Sarah认识的时候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 就颜值又高又有脑袋你知道 这件事情就很厉害了是不是 有颜值又要有脑袋 就非常的厉害 然后工作能力又很卓越 然后学历又很好 所以当你面临到说 天哪竟然就是对方这样 直接要你走人的那种挫折 那个创想 你后来怎么走出来的 其实我一开始当然就是不敢相信 然后否定埋怨 然后自我怀疑 然后也觉得说 哇自己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嘛 就是可能以前都是一个假象 这件事情我就是觉得不合理 为什么他不找其他人 那要找我 然后为什么就是我明明有可能 ABCDE的这样的贡献 但是你还是觉得我不够适任 我觉得那段时间 花了很多时间在跟自己对话 然后也在问神说 神女为什么要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 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当你当下在痛苦的时候 你回想 应该说你先试想三年后的时候 你在另外一个时间看现在的自己 你会想对自己说什么 然后你会希望三年后的 你是什么样的样子 那我觉得有一点跳脱 如果你没有一直在原地 看着自己的伤口的时候 你好像能够更知道说 好我要振作起来 人生最大的抱负 某一种抱负 就是你过得比当初更好 所以我就觉得说 对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好我要证明自己说 好是你们错了 我一定可以当一个更好的人 然后我可以让其他的公司 更有贡献 就是对你们的损失啦 对只能这么说 那我不希望就是有人 跟我走一样的路 就是还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企业的 不平等对待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下 你会觉得说好吧 那我就借由不同的机会 或是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很多工作就是 你真的要知道它的优缺点 然后你会知道 有些这东西一体两面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有一个提醒就是 对你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再来就是 你要把你自己的方法 就是改掉 你要把主权交托给上帝 因为只有他才能够 去带领到你真的 未知的路 可能现在我的工作 就是也感谢主 就是我觉得很丰富很好 然后也很有所有 我想要的任何的元素 对就是跟之前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是更好 但也不知道接下来 神的带领会是怎么样 对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一直想要 就是插手说 我就是要在这边 我不要在哪边 我怎么样 那你就会变得很患得患失 但是你真的把主权交出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一种自由的感觉 其实你今天可能是 遇到被值钱 或是你不被重用 或是你被冷落 会被排挤 但是你都还是会觉得说 这就是神把我 摆在这边的原因 那可能我要再学一些 什么东西之后 可能他就会带我到另外一个部分 去有不同的看见 所以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或是想到这些事情 觉得 还是会不免的 有些负面的情绪上来的时候 你就会祷告 是不是在读神的话 然后开始弹钢琴 多台多艺 也很会弹琴呢 弹钢琴 对 有一些是音乐方式 然后我从那时候 也蛮喜欢书写的 对 我就会把一些想法 或是一些突然间的感觉 就是拿起笔来 把它写下来 对 然后我觉得 就是自己的思绪的一个整理 跟自己的某一种对话 因为可能很多东西 你是深层在心里 但是你没有特别 花时间去想的时候 你没有特别 没有办法让这个思想出来 对 所以我觉得 就是Quiet Time QT这件事情 其实蛮重要的 QT是什么 QT就是让自己有一个 就是安静的时间 对 然后可能就沉浸在 跟神 或是跟自己对话的时候 然后把你那时候的 一个领受写下来 对 所以后来有一个Me Time 就是自己独处的时间 对 我就觉得 其实那时候 我开始学会独处 因为我以前就是很喜欢 把自己排得满满的 然后一天到晚跟朋友啊 做这个那个啊 然后 可能跟别人一直讲话聊天 然后hand out什么 很开心 但是 我发现我都没有去问问 我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然后我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我的优势 我的不足是什么 对 哇 好棒的学习哦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振作的情况下 真的蛮多新的想法 跟人生的观念就出现 可是有时候 你读神的话的时候 不会觉得说 啊 这个 偶像或什么的 对 但是我觉得当你在比较 也不能说脆弱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 我还是蛮故作坚强 因为我就是不喜欢 让人家觉得说 我在很劣势的感觉 对 就是某一部分爱面子 对 但是 我就会很容易 被一些话语触动 就是你可能平常看这些东西 你不会有特别的感觉 但是 当神跟你说 他给你的平安 或是他给你的灾难 是你可以承受的 这种感觉 给你的灾难是怎样 对 是你可以承受 不会给你 就是超过你可以承受的 你就会觉得好吧 所以 神你觉得我还可以 就是我还要继续走下去 这样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读过什么话 就让你有感觉的 对 我觉得 比较 比较 真的是感动的 就是 在怎么样的光景下 都可以知足 这一句 它是在 菲利比书 对 我觉得菲利比书 也是蛮多 智慧话语的一个章节 然后他就说 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都可以知足 因为已经 我已经学会了 我觉得知足这个东西 他用学会了 也是蛮酷的一个说法 无论是处 卑贱 对 那可能 我觉得卑贱的定义 也蛮酷的 就是像我觉得 我失业 我可能是在 卑贱的情况 但也有些人 他可能现在是在 大家看起来的高处 但他觉得 他自己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觉得 卑贱的这个定义 其实大家也可以去 思考一下 然后也知道 怎么处 丰富 对 那丰富也 也有另外 一体两面的意思 就是可能 你现在工作很顺利啊 或是 你婚姻家庭美满 或是 很有钱 或是 其实你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就是很执着 你的 你觉得你所有的 所有的一切 就是丰富的 对 或饱足 或饥饿 对 或有余 或缺乏 随时都在 我得了这个秘诀 就是我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其实后面这句 大家可能很熟 但是我觉得 那时候在看 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 真的 蛮多的感触 但即使现在我会觉得 我好像是在比较 Upt的感觉 就是比较高 也不算高处 就是我觉得比起来 跟谷底比起来 我可能是 在比较上面的地方 我还是会觉得 很感动 因为我还是 会看到我眼前 有的这些 然后 好好的珍惜 这样子 真的耶 我觉得好棒哦 就每一次 那个受伤 挫折 失落 沮丧的时候 其实又是一个人生 应该说 生命大整理的时候 然后重新的认识自己 然后看见自己 生命的亮光 重新发现自己的优点 或者说一些弱点是什么 然后再进入下一个阶段 季节 对 所以当你后来 又去到了现在的这个科技 我就觉得 就发挥的很棒 而且呢 我觉得 因为这样的一个 高山低谷的经历 我觉得你可以给很多人 很多很棒的职场的建议 所以像我们接下来 可以来谈一下这个职场的生存术 因为我必须说 做事情 很多人都这样讲了 做事情不难 但是做人很难 没错 在一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职场菜鸟 然后你进去一个公司文化 要怎么样 比较不容易踩到地雷 但我们先聊一下 你觉得职场菜鸟 最容易踩到什么地雷 地雷真正是对不对 好 很多 对 很多想法 因为其实我觉得 在工作十年 就是其实你真的 看过百百种人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眼力架要好 眼力架这个东西 对 就是你要能够察觉 说 这边的大概的氛围怎么样 然后你会不会特别的突出 你是合群的吗 对 虽然我觉得很多 很多的想法会说 你是不一样的 你要就是有自己的独特性 但是我觉得在职场 当你还是新人的角色的时候 因为你还没有 让大家知道说 你的功力多深 对 你还是一个比较处于 强迫式的被动 因为你还没有办法展现 他不会一开始就给你很厉害的任务 除非你是空降的主管 对 那如果你是菜鸟的时候 大家一定是要花时间栽培你 然后看到你接下来的展望性高不高 我要不要继续的花时间栽培你 所以其实你一直就是一个 可能被评估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 太冲或是太被动 都很容易踩到雷 对 太冲怎么说呢 就是我一直加班 然后反正同事主管都没有在加班 大家就会觉得 你这样让人觉得有压力 为什么菜鸟要加班 然后我们都不加班 对 然后再来就是太被动 我觉得 就是多问或是多 应该说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还不错 就是你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或是不够积极 对 然后你又不会打扰到别人 就是你是一种就是我都我都告诉你说 我双手都敞开我没事 或者是我我可以接受新的任务 那你可以随便告诉我我要做什么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太冲太被动 然后还有还没有查清楚 就是同事主管的喜好 然后问错问题 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酷 就是因为你一定还没办法有贡献 那你如果还没有贡献你就要奖赏 这个好像就不是很聪明 对 所以其实当你还还没有就是真的有一个舞台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先在旁边观察 然后看别人是怎么扮演这个角色 那等到你要上场你有机会发挥的时候 你再好好的把这个角色做好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那有些人可能他还是领眼 他还是在旁边stand bar 他就说 我那个薪水 那个对 要带我吃什么 或是说 那个我请假的部分 然后你就会觉得 come on 就是有点太快了 对 就是我觉得当然追求自己的权益很好 但是可能在前面几个月的时候 还是以就是多观察多了解会比较好 说实在话 你以前做职场菜鸟的时候啊 有踩过这些雷过吗 有啊 我觉得我就是 因为我自己是比较直性情的人 对有些东西会比较藏不住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职场 你不能太做自己 或是让一开始的时候 不能让自己的本色 就是在一开始全部都摊排出来 就是你必须要慢慢的流露出 哎你的一些性情或什么 让大家有惊喜感 那我觉得我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先保持一下神秘好吗 神秘 对对对 神秘感 然后但是又是有积极的神秘感 对 不要就是都不讲话 然后让自己存在感太低 对 真的 对这是蛮难拿捏 但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人生能当菜鸟的次数也不高 所以希望大家也都好好把握 对那我觉得我自己 有遇过碰过丁子的 就是可能当时还是菜鸟 然后你就要去问懂问习 要一些资讯 或是想要知道这之前的前人 怎么处理的 就没有人要给我答案 或是没有人就是想要回我的email 然后觉得好挫折 为什么我的问题问的不够清楚吗 还是我就是有什么问题 但后来我自己反思就是因为 大家还不知道你是谁啊 你还没有树立你自己的一些 我们说credibility吧 就是你还没有做出一些 让大家看得出来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要花时间告诉你 我那么努力获得的东西 对所以后来我自己想通了 就觉得说对一开始 你应该就是多观察多做 然后把握机会而去找到一些方法 再来要求这样子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棒的反思耶 好我只能说这是Sarah的血泪石 大家一定要学起来 对非常非常重要的职场的生存数好不好 照着放亮点 如果不懂的时候就跟神祷告神 那次我智慧吧 对让我知道对他想要什么东西 对真的很重要 我们今天节目今天聊到这里 下次邀请Sarah继续跟我们分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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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